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8日 星期四 新加坡政府 大家也知道一向都是 極為親共的政府 他們本著是遊走於這個極權 以及民主之間 在中間賺錢 以往李光耀一方面就是 奉食中國 在大陸就賺好處 另外在西方世界就得到 十分之多的好處 又跟台灣一起 訓練軍隊 又請美軍 協防 可以說是 吃盡一切的天時地利 因為他騙著馬六甲海峽 新加坡政府其實也很冒實 對於 中共 他們覺得危害他們的事 他們也不會甘之餘而 最新的情況就是 新加坡衛生部 昨天宣布 由於科興疫苗的效能數據不足 特別是對抗 源於印度的Delta 變種病毒 是沒有了道的 數據遠遠不如 這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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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訊史核糖酸 這個疫苗 是訊史核糖酸疫苗 所以 打了科興疫苗 當然當地人 也不會納入全國接種人口的數據裏面 這件事 香港 因為很多人打了科興 而兩地正在籌備旅遊氣泡 這件事 即時 引起大眾的關注 新加坡是不是反台 抽我們後腿 幾個立法會議員就表示 兩地政府應該加強 溝通 但強調 現時市民較關心和內地盡快通關 這個其實是面子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 有多少人會去新加坡旅遊呢 其實不多 新加坡有賭場 澳門也有啦 當然香港人現在好像 不覺得澳門 遲些就不敢說 我們看到 新加坡 政府其實現在要跟隨英國的做法 因為 現在重點是要打到一些疫苗 所以他們是不算跟病毒共存的 我們詳細跟大家分析 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水平 通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為甚麼我們的標題寫著呢 這個叫做豆苗呢 因為沒有辦法了 用疫苗 寫疫苗 都被YouTube搞我們 之前我們停了整個月 就是因為 他說我們是有不實的醫療資訊 但是我們說的是真實的醫療資訊 因為打了科興 一致利 確診數字不單止不跌 還要反昇 誰知道被他冤枉我們是不實的醫療資訊 我們也是讀新聞 根據新聞讀出來 都被他冤枉 上訴也是被撥回 這個很明顯是收了共產黨的錢 或者裏面有大量的共諜 所以我們 一直都希望美國的CIA FBI 任何的情報 情報機構 國防情報局 派人去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大量的科網巨企 搜查 至少也會抓到三五七百呆的中國間諜 說回新加坡這件事 新加坡政府 現在 其實應該是跟著歐美的做法 就是知道這個病毒是沒完沒了的 如果你 執意要清零 可以告訴大家 以後你的地方不用做生意 也不用告訴大家 你們是開放的地方 你們就要重回萬方年代 又或者你們閉關所覺 從此就跟世界隔絕 因為 當一個病毒沒完沒了的時候 而他的殺傷力 只是限於傷風感冒 頭暈生氣 這樣的情況下 用不需要那麼緊張呢 我們一直都覺得 如果你在英國 你在美國 你說要打針就不要緊 你說要打針就正常啦 而且那些針 即使也有副作用 但是政府會告訴你 不會隱瞞 就算有人死了 也好 打完針即死 也不會隱瞞這件事 但是在香港 如果叫人打針 我告訴你 那個人很大毒 最近有個網友告訴我 我也沒有聽 某KOL 就不斷在 侮辱香港不打針的人 說他們是懦夫 當然你自己有生意在香港 你為政權 投資抹粉 或是幫政權維穩 大家也看得出了 不過就不要說自己很偉大 幫香港人 在香港不打針的就不是懦夫 是因為信不得到香港政府 以及信不得到中共疫苗 你說要打這個 Moderna 行不行嗎 Moderna 我也不太相信 因為經過香港政府的手 我也覺得不可靠 那麼個人 打不打有自由 有意願 你可以打可以不打 但是我認為香港是沒有疫症的 是完全沒有疫症的 哪一個香港人會感染到疫症 從2月28日到現在 我們沒有看過一宗武漢肺炎死亡報告 但是 死於打 打針的人就死了很多 死了幾十人 而且還有幾百人 又說面癱症 又說中風 又說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在香港 叫人打疫苗的人是要付上很大的責任 你不是懦夫那麼簡單 你是瘋狂 再說回 新加坡的做法 新加坡也知道 這個疫症 都已經是不斷的變種 是沒完沒了的 如果 還是堅持要清零 還是堅持要零確診 只是堅持這個病毒完全消失 是 異上天開的 不如直接把這個病毒 變成 感冒 雙風 發燒 其中一件事 跟病毒共存 其實不是一件 很壞的事 因為我們也跟雙風感冒 是沒有病共存的 你會不會因為那個國家有雙風 你會禁止別人來呢 或是禁止別人去呢 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的病毒已經越來越 殺傷率越來越低 只要他不是一種殺人的病毒 不死得人的 病的 到處都會病的啦 每人都會病的啦 吃個豆腐也肯定會死啦 喝口水逐親也肯定會死啦 禁止別人喝水了 禁止別人吃豆腐了 所以 我認為現在這個比較務實的方法 也是選擇跟這個病毒共存 甚至乎 應該要做的就是減輕這個病毒的危害 感染任何病 不死得人的就醫了 如果是小事的 據說有很多人病的 在家裡吐的 現在英國就是要做了一種方法 英國為甚麼 很多人說英國人不會防疫啊 現在兩萬多宗 現在兩萬多宗就等於感冒 兩萬多人感冒 在家裡自己吐 他們也叫你不要去醫院 自己在家裡吐 也吐得好 就不是病毒來啦 有個瘋狂的關係嗎 哪有問題啊 所以那些人就懶緊張 香港有病毒嗎 香港有疫症嗎 香港根本就沒有 每天都來確診 每天都沒有本地個案 根本就是 政府特意將它擴大 政府是用這個東西 使得人們不准外出 這個病毒就算是完全小心 政府也要想別的方法來壓制你的 不過只是現在有一個藉口而已 而中國也是一樣 中共也是有一個藉口 但是中共 現在所作所為 他是有自己的考慮 因為他知道現在的局勢 大陸隨時是有機會大亂 他們不希望 大陸有甚麼是突發的事情 希望一切都是靜止 最好甚麼都不要發生 甚麼都不要讓大家封鎖在家 餓死是你的事 這是大陸的政治判斷 沒有飯吃 給你兩個麵包 等你熬兩三天 怎麼也不會像1959年一樣餓死幾千萬人 所以 大陸政府的做法跟全世界不同 他要閉關鎖國 你也跟他閉關鎖國 香港要閉關鎖國 你也跟他閉關鎖國 你要繼續在香港做生意 沒有問題 你就自己賺錢 你可以做藍絲客 但是你不要說一些不負責任說話 誰說在香港不打針就是懦夫 香港叫人打針就是懦夫 根本就沒有疫症的問題 確診的人數也越來越少 確診 這個武漢肺炎死亡的 這幾個月完全是0 打針就死了很多人 即是一副牌 你真的是賭的時候 限家開9點 讓你賭啊 叫你賭下去吧 不賭就是懦夫 我屌你啦 你最得得和就是你不能贏 你是輸夠硬的 這樣的牌子 誰賭啊 是不是 好了 雙經局 回覆傳媒查詢 香港跟新加坡的雙邊 航空旅遊氣泡 兩地政府一直保持聯繫 檢視兩地的疫情發展 如果有進一步安排 會適時作出公佈 很明顯 別人單方面飛救你 帶你後腿 這個旅遊界議員 就是姚思榮 當然我可以告訴你這個界別 香港就快沒有旅遊界 你這個界別 會玩完 為甚麼 因為中共將來是會鎖港 鎖港你的旅遊 你就做大陸 大陸你教宗女社做甚麼 你教其他大陸旅行團做甚麼 沒有啦 旅遊界香港玩完了 以後 香港人也不用只要出國 好像葉文那樣 你記不記得大家有葉文那一套 很多套終極一戰 黃秋生做的那一套 說老年葉文 他跟他老婆 初初也跟老婆 偶爾會來香港 後來大陸 風關一鎖國 不讓人 下來 到時就很麻煩 是不是 香港人 接下來 很大機會 只能夠去澳門或回大陸 香港人未必可以再出國了 過多一陣子 香港還有旅行社 香港的這些航空公司還有得做嗎 沒有得做 你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會開放嗎 我真的 很不樂觀 因為 大家不要低估習近平的智商 不要太低估他的智商低到甚麼程度 因為他會出於任何的政治考慮 放棄任何經濟利益 這個就是習近平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